浩門八點檔,港星一直在 大家好,這女是立平如冤 近日,一段眾星為美韓不電炸頭目白映倉慶勝的VCR曝光 掀寫出諸多明星網紅 更有不少知名港星被爬多次為美韓不電炸站台 掀起網友熱議 首先出來道歉的是知名演員杜玉東 他表示受朋友之拖愛於情面錄製了視頻 沒有查證,深感自責 其餘出現的侯耀華等名人沉默已對 最突出的是港圈資深藝人曾志偉 他不僅沒有道歉,還通過經紀公司聲明並不認識白應倉 之後曾志偉反手告了營銷號和警察叔叔一起拍了反詐視頻 整個操作一氣呵成,看得人目定口呆 曾志偉否認如此徹底幾乎已經讓人相信這事冤枉他了 可視,轉頭就有人發出一組曾志偉早年在簡報寨參加聚會的照片 時間2019年,地點簡報寨西港,布斯卡 佩文,偉哥酒量聽好啊 照片之為新穿白色機率搭配黃色馬甲的男子一看就是曾志偉 當天曾志偉一行人坐在豪華的包廂內 在場環有一些女子陪同 曾志偉專心自似的和一旁的黑衣男子聊 黑衣男子把頭臭到曾志偉旁似乎再涉涉思語著什麼 看肢體語言曾志偉明顯是大佬身份 在他身旁已遇這位將士頭碼 有人認出,黑細裝眼鏡男是寫其良 寫其良,什麼人?還記得前澳門黑幫如今在北土生活的崩牙區嗎? 寫其良曾在聖義堂做事和崩牙區也算有把交情 再想想曾志偉盧巴的背景,事情變得有趣了 關於這幾張照片的地點,還說昏雲 有網友說就在西港曾志偉過去級賭場開業捧場 也有網友發出疑問,賭走的為什麼穿東航制服 這怕是在機場休息室 在接受採訪時,曾寶儀坦然父親曾志偉 確實與美恩北集團有股東關係 他表示雖然家庭環境並不完美 但他仍然為自己的父親感到驕傲 並相信他是一個有正義感和愛心的人 曾寶儀的這番表態引發了輿論的熱意 許多人對曾志偉的捍衛 表示了質疑和擔憂 曾志偉是否去了簡報債真假難辨 就算去了也不能證明他走乾了什麼 最多能證明他交有廣闊、黑白通吃 不過曾志偉的背景到時可以好好爬一爬 爬完這些事,答案或許就呼之欲出了 應該有很多年輕人覺得奇怪吧 曾志偉這個又矮又伴 喪欣沙雅 總是演配過的男人 為什麼一出現就是一副大佬的造派 從喊幾十年 曾志偉除了演員 身上環有諸多投行 他是香港演藝人協會原會長 這個協會爭由香港演藝界知名藝術家成龍 梅艷芳、許官民、譚詠麟、周潤發、張曼玉衛首的眾多演藝界人士發起成立 曾志偉能出任會長觸見其身份地位 他還是香港電影金像獎組委會副主席 香港電影金像獎與中國電影金雞獎和台灣電影金馬獎 並稱為華語電影三大獎 如今的廣圈周潤發亡著爬山、譚詠麟此獎唱歌 愛當大哥的 除了成龍也就是曾志偉了罷 他六十大獸那年 竟被被花費240萬港幣為他擺獸演 到場明星超過700位 更離譜是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 時間和曾志偉獸演衝突 專門改了日期 周潔倫為他重新編排菊花台並親自彈奏 成龍、謝賢、陰達華等超級巨星全部到齊 看華強、楊修成等大佬悉數出席 甚至內地的孫南等人也趕來參加 連少有露臉的趙本山也前來助興 其他明星過生日頂多辦個小型聚會 而曾志偉直接搞成超級盛事 盛況恐怕只有幾年後 繳跨上海會展中心交通的黃曉明和楊榮世紀婚禮 才能與之媲美 2021年1月曾志偉又應要回到兩岸知名的TVB電視台擔任副總 短短8個月後 副總經理升總經理 他手下掌握著香港最核心的影視資源 是名副其實的港圈掌台人 曾志偉這些年來成績取得了不少 但圍繞他的樂評也是從未間斷 有人說他好色成勝 經常含豬首美女名勝 有人說他橫跨黑白兩度 背後勢力橫行霸道 當然最出名的黃是他兒子強暴靚絕五台山的藍結嬰 至其徹底封天多年後 妻楚離世 矮子矮 一肚子拐 曾志偉能走到今天不翻車 必然有他的能力 曾志偉小時候是不折不扣的觀二代 曾啟榮 曾志偉的爸爸 也是曾經的香港警署大隊長 這個職位本身就不低 再加上哪個年代的香港傳言稱 警察管黑道 黑道管治安 在哪個黑白共穿一條父子的時期 曾啟榮跟在華人四大探長之一的女樂身後 一路撈了不少游泳 因為父親曾啟榮特別喜歡足球 曾志偉小時候是被當作足球運動員培養的 他在踢球時 認識了陳北祥 譚詠倫等一批尚未成名的娛樂圈小兄弟 這群人當時都要靠曾志偉加女罩 所謂的頂級人物是適於微時的情義 1972年 19歲的曾志偉 看上了來香港演出的台灣窮妹子王美華的美式 直接把他取盡了家 王美華級曾志偉生了兩個女兒 就是曾寶儀和他妹妹曾詠儀 1977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 《瘋狂廉才的四大探長和他妹的小大一干人》等 想了香港廉政公署的通緝名單 曾啟榮也在其中 故事的A面試增加一時間進入風雨飄搖 曾志偉的太太增加儀式王美華 也趁亂提出離婚 恕倒胡宣散 曾啟榮被捕後沒有任何反抗 當庭認罪同時還致願將一批 價值40萬港幣的珠寶交還政府 當時的主審法官因他認罪態度良好 慶判他入獄一年 緩刑一年 律政司對這個結果很不滿 覺得判刑太輕碎上訴至香港高院 在這個節君眼上 曾啟榮帶著太太和兩個孫女跑了 同船離開的還有曾寶儀和妹妹 當時曾寶儀年僅3歲 故事的背面則是四大探長及曾啟榮對這一天早有準備 五億探長履落不僅人跑到台灣資產也過去了 曾啟榮是留下線後的 當時涉案的法官等整個系統的人 都是曾啟榮的屬人 他們客客氣氣辦事 根本不存在跑路一雪 連夜送曾啟榮走的船是移民局的 移民局官員還專程趕來送行 曾啟榮走後 以調查員身份參與該案件的廉署前 執行副處長徐家傑說 他們兩夫妻都是明是理之人 知道我職責所在 相當配合 廉署對曾啟榮發出了通緝令 徐家傑知道曾啟榮終身不得返回香港 廉夫很可惜 曾啟榮做事非常老謀心算 他名下的現金早就轉移國外 房產五套 車位三個 在廉署發出董結令前 他出手了四套防止兩個車位 剩下的部分留給兄弟單位交叉 隨著曾啟榮逃亡台灣 香港的故事劇本交到了曾志偉手上 曾志偉因此出來娛樂圈搵食 外形平庸的曾志偉能入行還多虧了洪金寶 洪金寶推薦他做龍虎武師也就是太新 曾志偉肯定不會甘心做小伏低 加勢隻不倒力了 靠人脈 當時譚詠倫已經爆紅 陳八祥混得也不錯 他跟在後面也算是少有成就 再加上梅艷芳、成龍的提葵、1993成龍、曾志偉、 梅艷芳、周潤發等 大家共同創建香港演藝人協會 在這些人中地位最低的曾志偉一口氣連任世界主席 可見他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是相當狠的 曾志偉在大腦面前一向能溫能伸二致當頭 但到了女藝人面前 他又變換一副嘴臉成了很多人的噩夢 在曾志偉主持的鐵甲毛的掌門人上 他吃過的豆腐真不少 跟著識美女各種親密互動 在2009國際中華小姐競選頒獎禮上 作為《私宜的曾志偉》 跟上界的冠軍和貴軍一起跳舞 兩個美人被他剛在肩上 某個表演上 曾志偉跟陳文正貼身熱舞時 還不小心摸到了敏感部位 眾所周知 唐嫣曾短暫在港圈發展 2007年唐嫣受要跟曾志偉合作了電影《棒子老虎街》 那是唐嫣第一次視藏戲 他透露曾志偉很耐心指導自己怎麽言 微妙的事後來唐嫣再也不接港師的戲 如今生生代女實跡一期絕塵的周冬雨 彭國師山渣樹之聯出道 卻是在拍完《七月雨安生》之後才走紅 又因為《少年的你》奠定圈內地毀 這兩部影片都是曾志偉的兒子曾過祥導演的 周冬雨背後是港圈資本者是應該沒人不知道吧 曾過祥曾經帶屬洗米華太陽城旗下的太陽娛樂有限公司 周冬雨曾是太陽專和的藝人 有些事情真的禁不起心扒 截止發稿前曾志偉依舊沒有對妄想輿論做出回應 老牌叫人總是至於情欲不顧 以為還事以前哪個年代曼氏冷處理總會被忘記 殊不知互聯網是有記憶的 上德山多中會遇到老虎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者裡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